究竟是什麼呢? 我相信你都會同意 曬多點太陽 這個同不同意 譬如你發覺陽光比較少的地方 自殺率是高的 我先不要說情緒 起碼我自己很感覺到 曬完之後人的骨是強了 這個有理由的 因為它裏面有些維他命 但大家不要有誤會 你不是隨便入燈灑 一定是陽光 所以千萬不要學我 眼睛起床 最好身體好 早上去吸收陽光 再舉多個例子 你的氣候都很影響 在居住地方的人的性格 溫大人和熱大人那種行為 性格也有時都不同 完全很不同 我會覺得是一個環境與人共同演化的結果 如果假設今天我們講這個 所謂connected project 有關的 是假設正確的話 你可以引申很多問題 我們就講比較貼身些 例如近來香港這些問題 嘗試大家去試一下 我不是說我們這個看法是正確與否 因為實際上都沒有這樣的尊擾知識 但大家可以用這個 用這樣的方法去思考 譬如近年呢 我們發覺這麼多情緒的問題 是否跟我們吃的東西有關 跟我們接觸的化學藥品有關 你可以做一個這樣的hypophysis 這個是假設大家可以驗證 儘管很難 舉個例子 譬如說 現在我們吃的食物裏面 太多加工的化學藥品 我只是說很多抗生素 很多農藥 很多抗生素 很多重金素 這些會不會最後 下去變成一種情緒的影響 我不敢說一定是沒有 當然我也不敢說 背後是否有組織有原謀 但有時候 這些東西是否可以歸結到 一個你想都想不到的 一個這麼荒謬的解釋呢 這些東西可以科學去證 你又不需要聽下去覺得很陰謀 因為關於到底其實 你去驗證這個假設是有科學 有實證的方法 譬如你去查一查我們水塘裏面的水 你不要自己查水喉的水 水喉的水已經查了很多 你去查一查水塘的水 它的化學藥品 它的抗生素 它的雜質 做一個歷史的研究 十年二十年 再溫回十年二十年 我們香港的各種疾病 凝水病的問題 是啊 是啊 我再舉多 又差一小舉多另一個例子 早前你看到台灣素化劑的問題 已經是 素化劑是會令到男人什麼 奶型一點 這樣東西沒有意識去做一個意外 一個人的貪男意外來的 但是就是因為一個這樣的化學層面 就真的令到出到一個 可能人的行為上 有一些微量上 有一些微調 甚至乎那個生殖能力 那些這樣 我不知道最後會不會去到性取向的層次 這個我亂講 但是就 那個影響不是零 是啊 但是你可以找到的源頭 但是大家知道 要去找些源頭 官方是完全沒有動機去做的 我們只不過作為一個 對科學有興趣的人 就嘗試去提出這些假設 令大家去反省一下 在我們生活的層面裡面 其實我們受制於什麼力量 是 那如果回到這個project來講 它如果走下去的話 它 以現在的電腦技術 即使如果這個project做 未完成它的目標 我相信在十年至二十年 其實 我也相信是 會成功的 但是到時 如果你說 找到出來 咦 不是在我們的腦裡面 完全找到答案 那就很嚴重了 是啊 很簡單 你不要說說得很超然的事情 究竟這個神經系統 是不是只局限在我們的腦裡面 是啊 會不會其實由腦 延伸出來的整個新的神經元系統 都是幫我共同處理著 我的 可能是我任何情緒上的事情 或者原來我有一部份的記憶 不是只集中在這裡的 是蔓延了落到我心裡 這個就是 我們在說 大家聽過很多小說的 譬如說你學語言在哪個腦裡 這個有少少根據的 就是 譬如我們以前讀醫院 我都說 譬如在左腦這裡 中了風 就會失語 講不到話 那我們就假設 其實是你這部份處理著那個語言 但是 這個研究發展下去 原來如果你越早的話 如果你這部份有事 其實你的腦可以其他地方 可以補救到 就回去 這些我們不講 但是剛才曾經有人說 博士說下去 那些 就去到神秘之夜的範疇 因為剛才你說 就是全身 但是你沒有說一樣 細胞有沒有記憶 那個記憶那個層面 是否去到細胞那裡 是是 老實說真的不知道 你說會不會 我自己都不敢說 你問我 究竟記憶本身的本質是什麼 它是一堆純粹的電磁充信號 或者這種電磁充信號 背後是有一個生化的根源 大家知道神經元 由一個神經元傳遞 另一個神經元 去中間是要給一些 即是化學物質的 一些內分泌 而且它給不同 分泌 這個物質多一些 那個物質少一些 影響到信號的質量 令到你出來的計算 結果完全不同 那會不會其實這些所謂的記憶 去到最歸根結底 原來是有一些化學單元 是可以決定得到呢 我完全不懂得回答這個問題 我自己 這個呢 最尖端的物理學家 或者新聞學家 都未必回答到你的 但是如果你跟著這個 的假設下去 都幾大件事的 因為如果你說 就是細胞有記憶的話 再下去 DNA有沒有記憶 理論上不應該有的 它 carry information 但是DNA是一種 它可以有時 譬如我說 免疫力是一種記憶來的 是的 免疫力是一種DNA層面的記憶來的 那它不是一個 有主動思考的一個物體 但它的物質本身可以 隨意地伸長縮短複製 那它就拿 那些 information 有多有少 它多了就是記多東西 那如果你這樣說的時候 就是有好幾個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它有記憶的物質的時候 它放在哪裏呢 因為你已經很小了 再放下去 它以什麼方法去傳 就是它記錄這件事呢 去控制這件事呢 如果你說作為人來說 當然很有興趣去找到一個最基本的單元 當然這個思考方法 就是導向我們去把東西更加仔細去看 但我自己猜 純粹猜的就是 可能答案最後就是 是很零散的 你不會找到一個 你可能找到幾個 有多有少 然後就是 最後是一個dynamical的過程 最後可能是找到這樣的東西 但是剛才那個具體記憶的地方問題以外 還有一件事 就是這種如果打了DNA也有記憶的話 那是否代表說 我人類很多年前的祖先 那個記憶是可以Pass落的 不純粹靠文字 至少你那些外表特徵是Pass落的 但是你說去到意識層面那些東西 那我真的不知道了 有人會說到 所以我剛才說 就去到神秘之夜那層面 是啊 這些如果你說正式行內的人來說 就說我在亂趣 我之前就說了 我們今時今日所有的科技 未容許我們去發展一套很標準的方法 來去解答我剛才所說的問題 就算你說Connectum這個項目 我也要講得很仔細 暫時來說就是 將裡面的線路 哪一條駁哪一條 搞清楚 就是這麼多 是一個靜態的圖像 是一個死物來的 裡面那個動態的圖像是怎樣的 隨著不同的思考現象 會有什麼變化呢 而且去到神經元和神經元 接駁那些層面 中間有什麼仔細的事情發生 我們還是那個圖像很粗疏 就算知道這些資訊 是否代表我們解讀到 又是另一件事 這個我也上幾集提過 就是一個老神經科的心學家 他專門研究強姦犯和殺人犯 那他就探索了那些人的腦 不過有一天不小心 就把自己的狀態拿出來看 就發覺原來跟他拍一齊一樣的 是 很有錢真 沒有 他那個反應就是震驚 因為 以他們自己的假設 就是 有了這個特徵的人 就會做這些事情 是 是 所以不要想得這麼簡單 這些結論 會令自己不開心 那他入衛痴就寫了一本書出來 就是 那他當然是用回他行內的那個 那個假設去推敲 那他 他會覺得自己原來 都有這種的衝動在這裡 不過就 就 很多不同的因素 就把這個衝動 導向了其他的層面 那樣 但是我正如我那裏強調 我就 就是覺得 大家看這些問題 最好還有一個 比較存疑的態度 是吧 即使有這個結構 是不是代表你有這種的 就是取向呢 其實我覺得都 都要質疑 起碼就 就是 你如果有一個這樣的結構 只不過你一個這樣的 靜態的硬件 那你有這件這樣的硬件 你有把刀在這裡 是不是代表你那把刀 真的會拿出去殺人呢 那你的動態 你的那些經驗 本身你自己受的教育 那 就是Nature 和Nurture 是呀 這一樣東西其實還是 就是難分難解的 哪一個影響大一點 最好就是 大家 如果是真的一個 比較科惡的態度 就是 傳移 你看完不同的研究 不同的假設 推敲出來的結論 才去 看看哪一個方向 比較 容易接受 但是 剛才那個反過來講 也都有一件 我覺得幾悲慘的事 就是 大家都覺得 反思太太是一個天才來的 那 那 他那個 結果就是 他死了之後 有一個 老科技醫生 就是鑑躲出來 你知道這件事嗎 這個好像聽到 他 他不得 他同意 我不敢肯定 以我幾乎 是不能得到他同意的 哦 因為我有些 純粹印象 好像他都同意 但是 這個故事 大家可以再仔細找一下 看一下 會有什麼發現 那 那 就劏了出來 哦 原來發覺 他的腦疾狠很多 不是他腦特別大 你想想想 相比於我們 用Connectum Project 去認真看一個動態的腦 有個人 以前拿了一個死了人的腦 來 只看他的外表 肉眼看他的外表 就下一個這樣的結論 是不是粗疏得很厲害 我那時候是離譜的 所以如果我打個比例 如果我今天純粹用 我們Connectum Project 得出來的結果 就講我這個人 他的思維記憶 會是怎樣 聰不聰明 我也都覺得是 太天真 又是下一個這樣的結論 是的 那 其實這個問題 再早之前 就 實際上是 引致一個更加有政治性的 效果 就 大家百多年前的人 就量一下你的腦有多大 去判斷你的智 那個IQ 做過很多這些 就是當時人們以為 很科學性的研究 是的 很出名 尤其是在德國 就有很多這樣的傳統 是的 稍為 比較是 進步一點 就是當 那些人死了之後 就 清一下腦 有多重 但是這個又不是 完全沒有科學根據 因為 起碼做一件事情 就是人腦 星星腦 孝子腦 那個重量是在增加的 是的 但是譬如說 我和陳宗雲博士 如果假如我們量一下 我們兩個腦之間的重量 而去推敲我們的IQ 有分明多大呢 我覺得絕對 是的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發現了很多的例子 就是原來 有很多人的腦部 原來是空的 但是竟然出來的 表現是正常的 是的 原來很多 是多餘的 原來就是 你看都以為很重要的 有很多餘 正如只能夠證明 我們對腦部的了解 就是 比以前進步了 我們看的東西多了 但是我們的了解 甚至乎我們很多的模型 都真的仍有待證實 但是我會覺得 就是好像這些 Connecting Project 或者這些 對神經元的研究 那 他的潛力很大 我們也都相信 是說這十幾二十年來 會有很大的結果 那麼 我們剛才不小心 說了幾個延展的方向 他可以了解人工智能 了解人的情緒 了解人的老神經的病 包括自肺症 這些老人癡癌 這些病症 甚至乎就是 去到 就是 解決一些 可能我們以前的哲學爭議 那 基本上是一個project 去 就是想去 他的野心 就是想去 狼括了剛才這些問題 就是他可以服務很多人 都不要說狼括 那 但是 這一個 就是 研究的結果 如果成功的話 那究竟是怎樣呢 大家可以看看 但是 就是 譬如 你要處理強姦犯 那 首先 掃了腦 那 跟著呢 就 在腦裏面做少少手術 那 我以後就 你不會太輕鬆的 就是 你說這個 100年前 有人很輕鬆地去做那些前額 液刺除手術 就是 令到那個人不要再有暴力傾向 那 這個已經是今天證實了很 很不人道的方法 是啊 那 希望我們的社會是 就是 很人道地利用科學的知識 好吧 好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